好吃懒做混吃等子 每天在家还一直气势 你吃人家的喝人家 你哪来的自信呢 没有爱情就利用 你要这样下去 你的人生一塌糊涂 视频中被老师轮番怒撕的男人名叫小潘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是老师们都纷纷斥责于他呢 就是因为我朋友之前一直我们都在研究 就是说想在 因为我做餐饮公司的 做餐饮的 然后他说再想重新再做一个餐饮公司 然后我也确实是手里拿不出钱 因为全赔光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能借我十万块钱用用吗 但是他不借 怎么说也不借 我那个钱我跟你说了 我是留给孩子上学用的想 而且你那些生意 我觉得都不靠谱 那我最后不是借给你了吗 结果呢 你还是把钱给我赔光了 看来潘先生还真是不长记性啊 自己整日结交胡朋狗友不干正是不说 还使他长久经营的生意回忆一旦 连带着还赔进去了儿子的读书钱 如此行径 任谁都控制不住 情绪想斥责的 其实潘先生和妻子唐女士 结婚已有16年的时间了 此前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 过得很是幸福 直到半年前 丈夫因生意失败 从此一蹶不振 不仅整日里无所事事 还开始给他画大饼 无奈下 唐女士只好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但丈夫却责怪他早出晚归天天不着假 忍无可忍下 唐女士萌生出了离婚的想法 可潘先生为了不失去这个免费饭跳 急忙求助节目组 刚一上台 唐女士就态度强烈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你整天说重振旗鼓 重振旗鼓的 你都重振半年了 这半年全靠我挣钱养活你 你当时帮我做个家务啊 你还挑我这个不吃家 那你出去挣钱不就行了吗 我看不到希望了现在 我很累你知道吗 说起丈夫的所作所为 唐女士是一脸的无奈 自从丈夫生意失败之后 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对方的自尊 可丈夫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无论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起初唐女士对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人活着总要向前看呢 所以为了让丈夫振作起来 她用了各种办法 可结果都无疾而终 原本她想着日子就这样凑合着过 可丈夫不仅不理解 还觉得是自己嫌弃的 天知道她到底有多委屈 看到丈夫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同时也为了孩子 她说什么都要和丈夫离婚 那这对十几年的夫妻 到底都经历过什么事 两人又是如何相识 才结为夫妻的呢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过一些 就是说往来 但是不是特别密切 这个往来是指朋友之间 我还是生意上 生意上 对 所以那就叫水到渠成 对 那出啥问题了 她最近就是总觉着我 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相差九岁 其实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就是因为岁数的原因嘛 其实我心里就是说 在我之前的那种心里 我不是不太接受的 但后来我又觉得她 我生意失败以后 我前几年也背叛了我 离我而去了 所以说我跟她聊 她就给我发微信 我们就平时沟通的也挺好 让她挺善解人意的 在金钱这一方面吧 她也能对我有一些帮助 原来这还是一对相差九岁的姐弟恋 在两人还未结婚之前潘先生也是有着一段恋情的 但那时就因作生意失败和前女友分了手 可那时的她并没有因此消极 所以才慢慢让事业重新又有了起色 而自己本身就和唐女士一直熟识 一来二去的就走到了一起直到现在 可按理说十几年的夫妻早就磨合的没啥问题了 可她们俩却跟年轻的小情侣一样矛盾不得 而这还要从潘先生第二次生意失败之后开始说起 我因为刚开始经济条件也挺好的 然后她就是最近就觉得我可能在家待着 每天基本上都是吵架 她回来下段班回来以后人也是特别的不开心 然后就觉得我在家无所事事 其实我并不是无所事事 我只是在经受了一段打击以后 我想沉淀一下 我累了我也想休息一下 她开始的时候干劲还挺十足的 最近半年我就发现她比较懒散 什么也不干了 其实生意失败并不是潘先生当闲鱼的借口 任何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坎 难道也都要像潘先生这般呢 如果这样社会不就乱了他 对此妻子唐女士也表示 丈夫每次都是打着重振旗鼓的口号 结果坚持没几天就不了了之 而最后半年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为更加频繁 不仅如此还总是挑剔自己 可唐女士是个人也会有累的时候 对此丈夫潘先生却有着不同的想法 你应该你作为女人来讲 你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呀 我怎么叫应该呀 你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女人我觉得就是应该勤俭持家 就是说我是现在我在家待着 我是确实没工作 你现在经济支撑着我 但是我并不是以后代表我不出去工作 我是在调整我自己的情绪 我会以后有更好的方向 我有这个想法 我也是为了咱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呀 你这种情绪都调整半年了 整天说给我大富大贵的生活 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生活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理解理解 我只希望他把这些毛病改一下 别太拦陷了 帮我做做家务活什么 帮我打理打理生意 我就特别的知足 在唐女士的心里 她早就对丈夫画大饼的说法感到疲劳 其实生意失败那又何妨 不想重新开始可以帮着自己去打理生意呀 可丈夫呢 一边嘴上说着要从哪跌倒从哪爬起 另一边则像个躺尸一样在家闻思不动 搞得唐女士只能又拼命工作 又分时间来伺候丈夫 可潘先生听着妻子对自己的埋怨 顿时有些不满地与她争电起来 这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呀 女生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因为咱俩在一起 第一天到现在你也知道是我的 就是我那天我出去朋友 我打电话知道我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就我打电话 咱们出来玩会儿牌吧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玩钱的 我们都是正常 大家其实就是找一由头 就是在一起聊聊天 因为我这一圈的朋友 都是以前一起 在一起做生意的这些朋友 我可能就是回去晚了 我给他打电话 他没听着 回去晚生气了 做好了饭 把饭全倒了 我回家一看垃圾桶 我特别气愤 你为什么要倒了呢 我说我又没吃 看来潘先生的想法 确实有些老化了 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 但在他这里仍然固守 这一老旧思想 亏得他好意思说自古以来 那自古以来 还是男的出去打拼事业 那他怎么好意思在家躺着呢 且不说别的 就这样的形象 如何在孩子心中 当一个合格的父亲呢 但他不仅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孩子改妻子 因为小事就朝他生气 可打牌真的是小事吗 他整日啥也不干 跟酒肉朋友吃喝玩乐 所以就唐女士 这样的做法还是轻的 要换做其他人家 门不让进都有可能 而随后妻子唐女士 也不甘示弱地回对起来 我那天休息 我给你整理了一下午的饭菜 结果我热了两遍菜 你都不回来 你十一点半才回来的 谁还给你留饭呢 谁还知道 你那个点还没有吃饭呢 至于发那么大气吗 现在你没有电话 拍桌的灯也 大发的一天的 你不用带着我发个信息吗 你出去玩牌 你都没告诉我 我还给你发信息 我在家里给你做饭 我收获了 我那并不是出去玩牌 只是朋友叫我出去 一起放松放松心间 那那么晚 你朋友怎么不管你饭呢 每次提起这件事 唐女士都是满腔怒火 其实她不是生气 丈夫出去玩牌 而是你最起码 照顾一下家里吧 孩子不管家务不做 可怜唐女士 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即便这样丈夫 还是对她不满 所以既然自己这么不好 那还不如早点离婚一了百了 但丈夫却认为 这些只是小问题 不至于让妻子提出离婚 主要的矛盾 还是自己打算 第三次创业时引发的导火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我朋友之前 一直我们都在研究 就是说想在 因为我做餐饮公司的 做餐饮的 然后他说 再想重新再做一个餐饮公司 然后我也确实是 手里拿不出钱 因为全赔光了 我就跟他说 说起这件事 唐女士都差点控制不住情绪 即使丈夫想东山再骑 也要事先考察一下 那可是自己辛辛苦苦 给儿子存下的读书钱 但丈夫却认为 是自己不想让她好过 无奈下唐女士也只好随她去 可不出自己所料 这一笔钱果真是打了水漂 但丈夫潘先生 对于此事竟还理直气壮起来 在你眼里看 就是我做生意 钱赔了 那就不靠谱 我要赚钱了 那就靠谱对吗 并不是那样 那我为什么要选择 再去迈出这一步 我是想让咱们以后更好的生活 看看潘先生 这盛气凌人的呀 感情你赔钱 还有理了是吧 虽说做生意 有赚有赔 但像他这种 把狐朋狗友 当亲人一样的行为 是一定成不了大事的 所以即便他第四次创业结果 还会如此 但潘先生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都跟你说过呀 我说是不是暂时的 我买点衣服你也说 我喝酒你也说 是 没钱还买名牌 我为什么买名牌 出去跟朋友吃饭 还装那个冤大头 等于他花钱 因为在我没有 就是说经济状况不好之前 因为我穿都是这些 我的朋友身边 也都是这样的朋友 我的朋友质量在这对吗 那你说我每天穿的 拉拉搭搭的 也不跟朋友聚会 也不出去吃饭去 谁还带你玩 我还怎么再去往下发展 我怎么融入这个圈 你说的那是你以前 你有钱的时候 但是现在你没钱了 是靠我的钱 但你花的是我的钱 我难道不会心疼吗 没钱都是暂时的好吗 暂时你都半年了 你想长多长时间呢 面对妻子的埋怨 潘先生总是有 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付 在众人看来 这就是个无赖 唐女士并不是 没给过她机会 但每一次都是 被她亲手断送 所以这样的人 还怎么适合生活在一起呢 随后无视丈夫的解释 唐女士说起了丈夫 给自己妹妹装修房子的事情 我妹妹亲妹妹装修 她说她有个朋友 干装修的 说可以给咱们便宜点 我心里呢 这不挺好的 我拖了多少关心 你都知道 那本身就是 那你妹妹不是我妹妹吗 我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就好心 我就找了我的朋友 她干装修的 我说你得好好装 她说啊行 就我朋友就答应了 装到一半的时候 我朋友就说 跟我说 给我打电话 说我那个 她得加点钱 我说为啥 她妹妹事太多了 这管道已经弄好了 她妹妹非要 就再给重改 你重改不花钱吗 那她答应的使得品牌装修呢 都没给我们用 然后做好的挂网也没挂 后期会有隐患 最后我算来算计 还多花钱了 你就是那么不靠谱 你跟你朋友一样 看我的钱 你就那么不靠谱 我是不是最后 也跟我朋友闹白了 当时你也在 我是不是我让我朋友 我说你得给退点钱 我朋友退给你一万块钱 对吧 你退点 我算的还不如找外人的 我还不会生这么大气 唐女士坦言 原本从丈夫 代业在家开时候 父母就对她有些不满 但因为自己 从中调和才没有多大事 她本想趁妹妹装修房子 让丈夫好好表现一下 可结果再一次让她失望 不仅没让妹妹满意 自己还多贴进去了好多钱 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怎么丈夫就那么不知道心疼呢 可这些落到 丈夫潘先生的眼里直觉的 妻子就是在找理由 想跟自己离婚 在潘先生看来 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从自己生意失败之后引起的 她不就是暂时慢下来了吗 又不是不打算一辈子都如此 可妻子总对她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 对自己还没有对外人那么友好 亏得她好意思说出来这话 自己天天做的啥 心里都没点数嘛 听着丈夫对自己的埋怨 妻子则说起了她管教孩子的事情 我管教孩子比较严格 你就偏偏的溺爱她 结果呢 孩子喜欢个手机 她是挺好 买了一个最新款苹果手机 然后呢 刷到我的信用卡 最后黄卡的是我 我现在 跟她关系比较好 现在就不怎么听我的了 你这做的买卖太好了 我现在确实是待业的状态 我现在确实是 你手指这句话 我现在待业 我要给你大富大贵的生活 我看不到希望了 现在我很累 你知道吗 看来还真不是众人误会了潘先生 是他本身就没给孩子 树立一个好的形象 15岁的男孩正是叛逆的年龄 可偏偏丈夫总带着他 跟自己唱反调 搞得每天不好好上学 翘课玩游戏 可为了不让孩子误入歧途 他不知道想尽了多少办法 但每一次快成功的时候 都会被丈夫破坏 于是在家庭和事业的 双重压力之下 唐女士真的无法再继续忍受 对此丈夫潘先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 我知道你很累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是溺爱孩子 你说我对孩子好 你就不高兴了 你就不愿意了 那我爸身体不好 我接来了 对吧 你也同意了 那你为什么每一天下班回家 都跟我甩脸的 都生气 就感觉好像我爸都是多余的一样 这就是你对待老人的一种状态吗 你不知道为什么 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本来他爸没来之前 就是我在照顾他 我工作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 结果可好 他把他爸又带来了 然后呢 我一起照顾他们爷儿俩 他什么也不管 回到家那厕所都脏死了 他也不来收拾 你说他父亲弄的 我上了一天班 还得我来打扫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你觉得女人就应该持家 打扫卫生 那赚钱应该谁做 我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平常的生活中 唐女士不求丈夫能帮自己多干活 但最起码多少替她分担点吧 照顾公公是她的责任 但不是义务 但自己的付出 在丈夫看来都是应当的 本来公公在老家养病挺好的 他非得自作主张接过来 之后就把烂摊子扔给自己 倒成全了他孝顺的名声了 听到这主持人忍不住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么请问你可以吃他的用他的 那么为什么老爷子也要让他来伺候呢 而且你还那么理直气壮的说就应该你伺候 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你觉得 你觉得你可以让他养着你啊 人家不愿意啊 但是我跟他商量了 商量什么了 我商量我说我爸身体不太好 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我确实是没办法了 这事不是应该你自己承担吗 对 那如果现在你离开了他你怎么办呀 人家不跟你好了你怎么办呀 找朋友去吧 你不是还有几个好朋友吗 朋友会收留你吗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歧视一个战时的失败者 但是我们一定会歧视一个面对生活的无赖 不得不说潘先生的脸皮可真是厚 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妻子应当做的 可没有什么事是应该的 唐女士之所以会愿意伺候公公是因为他爱无及物 可潘先生认为娶媳妇就是让他伺候全家的 观念不一样 所以矛盾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 那么在了解了两人的事情时候 台下的嘉宾老师又会有着怎样的高见呢 好吃懒做混吃等死 每天在家还一直气势 你吃人家的喝人家你哪来的自信呢 没有爱情就利用 你要这样下去你的人生一塌糊涂 对于潘先生的行为 老师们纷纷感到可耻 就这样一个完全担不起家庭责任的人 要来有什么用呢 如果他真的决心要改变 那就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东山再起 而不是整日想方设法从妻儿身上去抠钱 所以如果说他真的还有尊严和骨气 那就潇洒一点不要再依附妻子 自己堂堂正正的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否则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至于怎么做还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值得庆幸的是 节目的最后两人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希望自此之后潘先生真的能长大 而唐女士也不会活得这么疲惫 那么屏幕前的您又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